这么多人吃 只是我个人吃不惯 不代表大脑手 为思路 开的有年头的老旅家 手感面来尝一尝 老马点餐 一只猪蹄 一个 番茄鸡蛋老面 一小碗 来个炒菜 小白菜烧豆筋 再来一瓶饮料 他家这扫马点餐 能直接还充值 买过来了 72 手工面店提供 紫菜鸡蛋番茄汤 不是面汤 给什么味 免费味 好点兴 免费 对不起一点 高拍卤猪蹄 35一个 猪蹄的皮够筋 有韧性 但是吃在嘴里 他乳好的猪蹄 会刷一层油 看着明光 把两张人很有食欲 他这个酒 有很浓很浓的 油哈拉味 入味 有点咸 他属于没有上 那么重的姜油色 再点蒜汁 解解他这个 油哈拉味 嗯 将来蒜汁 没了油哈拉味 让很冥重的 味精味吃上了 没有什么香料味 猪蹄本身的味道 被他那个油哈拉味 已经盖上去了 鸡蛋三天捞面 小碗吃块 不是鸡蛋摸 盛出来后 放着黄碗丝 先吃黄头炉 点咸甜 鸡蛋摸 蜡蛋摸 蜡蛋摸 有蜡蛋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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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放着鱼豆芽 它这个 要么是你选的蜡蛋摸 不够好 要么就是选的蜡蛋摸 蜡蛋摸 不够好 有那种 很怪的蜡蛋摸 蜡蛋摸 不是很正的蜡蛋摸 小白菜炒豆筋 二十二 蒜味分量 蒸的蒜够多 整体来说 这道菜炒到还行 它都给选的是炸过的 这么多人吃 这就是我多 个人吃不惯 不代表大米可惯